台南市政府蕭鳳叫第四大堆 是在昨天区的第一公望 來辦理到清明火災超級的煙燃 在公望煙燃屬於這個地形的審査關係 所以如果要來進行大面積的打火 還有超級有時候 這是人和水車都沒辦法夠的地方 蕭鳳對當用科技的裝備 包括有這個隨身的電動噴不起 電動放立的白火機 而且還利用這個無人加速火機 可以馬上將火災現場壓上吸引 提供給指揮官來做運用參考 有了要讓民眾在清明掃望 在發行火災的時候 如何在第一時間 運用靈環報水蒜經營白火 因此台南市政府蕭鳳叫第四大堆 在昨天区第一公望 辦理清明火災超級煙燃 昨天区長謝松毅表示 年來公望火災暗驚 常常是因為民眾是要抓錢 不完全白火就來離開 因此讓民眾要一支 四不二記得的做法 呼應民眾掃墓的時候 要注意四不二要 第一個就是不 就是不任意燒雜草 第二個不任意丟煙地 第三個不讓民旨飛揚 第四個不放爆竹煙喉 二要就是要隨時收拾垃圾 然後記得突滅餘境 二公望火災暗驚人過程中 因為受到地獄很多的關係 要進入大民族的脈火至超級 有時自營零碗到水車 有無法度高的地方 引出小龍隊是動用客機裝備 有時帶備護士電動噴霧器 電動讓你脈火機燃裝備 並且利用無人機即使去上火災現場 提供這魚館作為運用餐客 公墓火井的部分的話 它其實是山市比較齊區的部分 所以我們有動員一些 這一種四輪傳動車 還有小型的水箱半輔車的部分 來因應這個地形的部分 做相關的救災 來因為在整個救災過程之中 這個範圍非常廣大 所以我們也利用無人機的部分 來做宣導廣播的部分 市府小龍急標時 在平常無法使用火警的時候 小龍另外要拿著做宣導的工作 加強科技裝備的訓練和運用 並且也要向民眾選擇宣導宣導 宣導的官僚 另外要建議共謀愛食連治 轉頂代區安補齊鼓勵 堅持有群聚的現象 這要向他相關規定 既然蕭建委做定庫 蔡翁伯德 當時是鑼連動的 雙斌